西班牙四月份经历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导致瓦伦西亚南部阿利坎特省的塔本纳山区 星期天就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灵火 火事事迅速的蔓延导致当地180人被迫逃离家园 其实早在上个星期五12号以来 西班牙就经历了异常炎热的天气 许多地方的气温是比正常温度高出了摄氏10度 当地的内政和司法部长埃利萨努涅斯 巡视了火灾现场的消防指挥中心 她表示中午的高温是加剧了火事 而当地过多的植被也成为了火药桶 让火事难以受控一触即发 《苏南部》看起来 《苏南部》看起来 感谢观看